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 戴诺 嗨 戴娜 你们好吗 今天你们想学点东西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用戴诺转盘看看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吧 看呐 有三个形状出现了 我们看看指针下一个会指向哪里吧 我们要去滑冰了 我想知道去哪 我知道雪花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要去滑冰场滑冰 然后学习形状 戴诺 你知道怎么滑冰吗 没关系的 戴诺 戴娜可以教你哦 首先 先穿上滑冰鞋 看呐 戴诺的溜冰鞋是绿色的 戴诺的是蓝色的 哇 你们俩都好酷呀 我们一起去滑冰场看看能学到什么形状吧 戴诺 小心啊 冰可是很滑的哦 戴诺 别着急 戴诺会教你怎么像个专业选手一样的滑冰的 小恐龙们 你们准备好画出第一个形状了吗 好的 那我们开始滑冰吧 戴诺 戴诺 你们做得真不错 画了一个圆形 我们来试试其他的形状好吗 好的 一 二 三 开始 看呐 是个正方形 戴诺 戴诺 你们还能再画一个形状吗 好的 那开始吧 是个三角形 戴诺 戴诺 你们太厉害了 画了三个形状呢 你们还记得都是些什么形状吗 戴诺 没错 你们画了圆圈 正方形 最后是 戴诺 对了 三角形 你们真是太棒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 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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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真好啊 你们想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戴诺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吧 快看呐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什么呢 是蔬菜 地点会在哪呢 我们要去菜地里摘蔬菜 学数次 太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哇 有好多蔬菜啊 我们快开始吧 戴诺 快看 那些植物都是什么蔬菜啊 小恐龙们 是西红柿哦 一 二 三个西红柿 太棒了 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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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看其他蔬菜吧 戴诺 地上都是什么呀 太棒了 现在我们有土豆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个西红柿和土豆 戴诺 你太棒了 戴诺 轮到你了 我们继续 戴诺 快看 是胡萝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个蔬菜 太棒了 戴诺 戴诺 干得好 伙伴们 我们今天学到了好多种蔬菜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西红柿 土豆 和胡萝卜 哇 太棒了 小恐龙们 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学习了蔬菜 那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戴诺 我们来转一转戴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做什么吧 会是什么呢 哦 我们要学习不同的形状 而且我们要一边画画 一边学形状 好像很有意思嘛 我们要去草地上完成这个游戏 戴诺 快出发吧 嗨 戴诺 戴娜 你们已经准备好画画了吗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先画个图形 然后来猜一猜画的是什么 最后再来学习它的形状 怎么样 太好了 戴诺 不如你先开始吧 戴娜 这是什么呀 没错 是一个球 你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吗 太棒了 戴娜 这是个圆形 现在你来画吧 太棒了 它画了一个盒子 你知道盒子是什么形状吗 你们真是太会猜了 你们真是太会猜了 没错 它是一个正方形 戴诺 再来画一个吧 这个体难道 戴娜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戴娜 你又答对了 这是房子的身体 又是屋顶下面的那个部分 戴娜 你来画吧 戴娜 你来画吧 我觉得这幅图和你们画的房子 有点联系 答对了 这是屋顶 这个的确很难 这是什么形状呢 好吧 我来给点提示 它有几个角呢 一 二 三 它有三个角 所以 它是什么形状呢 叫三个角吗 你们已经猜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再来画一个图形吧 戴娜 你来画 好吗 嗯 这回会是什么呢 戴娜 我们不再猜了 到底是什么呢 你画了一个椭圆吗 戴娜 你真是太有创意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形状就叫椭圆形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刚刚画的形状吧 首先 我们画了一个球 它是圆形的 然后 我们画了一个盒子 它是正方形 下一个比较难 房子的身体是长方形 屋顶是三角形 最后 我们画了一个椭圆形 就像一个鸡蛋 对吧 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现在我们来玩乐一下吧 要不要玩你追我的游戏啊 太棒了 戴娜 戴娜 再见 和恐龙戴娜学习 嘿 戴娜 你今天想学习颜色吗 好极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橙色的螃蟹 你应该看一下这些石头 太好了 戴娜 我们找到了一只橙色的螃蟹 我们再继续走走 找找看沙滩上有什么颜色 太好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水口 和一把蓝色的铲子 你觉得我们能在沙滩上 找到其他的颜色吗 瞧 戴娜 这是戴娜 戴娜旁边有一个黄色的排球 你要不要和它一起玩 戴娜 你和戴娜玩好排球了吗 那我们继续找找吧 太棒了 戴娜 我们发现了一个粉红色的贝壳 看呐 里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珍珠耶 我们再继续向前走走 看看我们还可以在沙滩上 找到什么颜色 我们找到了一棵椰子树 上面长着绿绿的椰子 你能把它从树上摘下来吗 看啊 戴娜 好多绿色的椰子呀 太棒了 戴娜 今天学了好多颜色 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橙色的螃蟹 蓝色的水桶和铲子 黄色的排球 粉红色的贝壳 绿色的椰子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 戴娜 戴娜 见到你们真高兴 今天我们学点新知识好吗 快去按下戴娜转盘的按钮 然后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看看第一步会指向哪里 是形状按钮 下一步呢 是玩具按钮 那我们会去哪呢 公园 我们要去公园里用玩具来学形状 我们快去公园看看会学到什么形状吧 我们要把正确的形状放进听听乐里 先找找正方形的积木吧 戴娜 你能找到吗 戴娜 真棒 你能把它拼进正方形的缺口里面吗 戴娜 太棒了 戴娜 该你了 你能找到三角形的积木吗 戴娜 你找到了 你能把它拼进三角形的缺口里吗 真不错 戴娜 你来找找五角形形状的积木吧 很好 戴娜找到了 你能把它拼进五角形形状的缺口里吗 戴娜 你确定 这个缺口是五角形的吗 别着急 戴娜会帮你的 戴娜 真厉害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不同的形状吧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不同的形状吧 嗨 戴娜 戴娜 你们好呀 今天我们学点新知识好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做什么的 快去看看戴娜转盘 让我们今天学什么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娜转盘 转起来 指使大门就敞开 看 是颜色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什么呢 原来我们要学习食物的颜色 那么要去哪里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学习食物的颜色 让我先来看看有什么食物吧 看呐 红色的汉堡是给戴娜的 黄色的玉米是给戴娜的 那我们这就去公园吧 准备好了吗 哦 戴娜小心些 准备好学习第一种颜色了吗 那么游戏就开始咯 戴娜 你真棒 你把棕色的汉堡 放在了棕色的点上 戴娜 开你了 戴娜 你真厉害 你把黄色的玉米 放在了黄色的点上 好了 伙伴们 我们再来玩一次吧 好的 戴娜 给你绿色的花椰菜 戴娜 给你橙色的胡萝卜吧 怎么了 戴娜 你不喜欢花椰菜 戴娜 没关系 但是必须要每天都吃蔬菜哦 那我们开始吧 太棒了 戴娜 戴娜 你们今天学到了四种颜色呢 还记得是哪四种颜色吗 戴娜 你说得不错 我们学了棕色 黄色和 没错 还有绿色和橙色 你们太棒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可恐龙戴娜学习 嗨 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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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享受着阳光 天亮的好天气吗 今天我们来学点新东西怎么样 好的 小恐龙们 戴娜 快转一下戴娜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知识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娜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哇 太刺激了 是颜色按钮 看看指针下一次会指向哪里吧 我们要去粉刷 去哪里呢 戴娜 那不是你家的照片吗 戴娜 我觉得这是要一边学颜色 一边粉刷你的房子 是不是很酷啊 好的 小恐龙们 我们去找一些涂料和刷子 然后开通吧 戴娜 快看看这些我们用来粉刷房子的工具吧 我们有涂料和刷子 还有滚筒刷 戴娜 那我们就出发去你家吧 太好了 走吧 哇 戴娜 你的房子的确需要刷一刷 戴娜 你先来选一个颜色吧 戴娜 你知道那是什么颜色吗 没错 戴娜选了橙色来刷墙壁 戴娜 你来选下一个颜色吧 戴娜 你能告诉我们戴娜选的是什么颜色吗 戴娜 戴娜 戴娜选了蓝色来刷屋顶 现在我们来刷前门吧 戴娜 你想把前门刷成和自己一样的粉色吗 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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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娜选你来选颜色 戴娜 你想选哪个颜色呢 戴娜 戴娜 你也要选和你自己一样的颜色吗 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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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能告诉我那是什么颜色吗 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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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戴娜把挂起来的花篮刷成了黄色 戴娜 我们用橙色刷了墙壁 蓝色刷了屋顶 用粉色刷了前门 黄色刷了花篮 戴娜 你的房子已经粉刷完毕 小恐龙们 做得真不错 今天真是有趣 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学了颜色 我们下次再见咯 可恐龙戴娜学习 嗨 戴娜 嗨 戴娜 你们好 今天要来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转一下戴娜转盘 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知识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娜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那 是数字按钮 看看指针下一次会指向哪里吧 小恐龙们 快看 是一根跳绳 那我们会去哪里呢 戴娜 快看 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我们要去公园学习数数 听起来很有趣吧 太棒了 小恐龙们 等一下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了 当然啦 我们需要一根跳绳 小恐龙们 这是一根蓝色的跳绳耶 戴娜 戴娜 你们准备好去公园了吗 好的 我们去公园看看 今天会学些什么吧 准备好了吗 小恐龙们 我们要怎么来用跳绳呢 戴娜 你的想法真不错 我们可以把它系在这两棵树上 太完美啦 戴娜 你要先来试试吗 戴娜 跳得真不错 我们来数数你一次能跳几下吧 准备好了吗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哇 戴娜好厉害哦 你闯不过气了吗 戴娜 这对你来说是个锻炼的机会哦 戴娜 你来试试 好吗 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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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吗 哇 戴娜 戴娜 看来你的身体非常健康 你去教教戴娜吧 你们想试试一起跳吗 好的 那就开始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戴娜 已成功了 太棒了 小恐龙们 你们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今天还学到了很多数字呢 你们还记得是哪些数字吗 戴娜 没错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和六 你们太棒了 下次再见咯